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睇即时攻略的《环节》 继续讲过最新的走势 跌幅3.7% 跌716点 最新报18571点 国企指数跌幅4.49% 跌360点 最新报7693点 这次嘉宾是Ano 跟您接触市况 Ano 你好 Athusi 你好 今早见到港股低开800多点 一夜就穿了18500点这个关口 你看看穿了这个关 和现在就跌幅收集 18500这个关 是不是已经失手了 未来市况的走势会是怎样的 今早的确的行指又穿了 一月份的低位都跌穿了 但是你说的势头是否真的非常差 的确是的 始终说外围股市在这段期间见到下跌 其实你说港股的ADR 的确某程度上都是跟随着外围股市下跌 但是说外围股市方面 其实见到两样事情 第一方面 始终说油价再终一步向下沉滴 近期来说也有消息说俄罗斯都准备宣布去减产 但是一直以来市场就在冲敬 油组和俄罗斯如果达成了减产共识 整体以然可以致敌油价上升 但是见到这些消息 都只是其量可以帮助到布兰特企油的油价上面 相对地靠稳一点 事实上你见到美国的纽约企油 都仍然是仲处一些低位去徘徊 所以我相信现时市场就见到 即使油组进行减产 达成了共识都好 油价都未必能够到一个大反弹 如果油价仍然持续在这些低位 之前市场都在担心 主要都是说一些油公司 或者一些新兴国家上面 会否受到这些因素 油价在低迷的情况下 出现债务危机等等的问题 所以见到现时市场的避险情绪 仍然相对地比较浓厚 所以说市场的避险情绪 风险位纜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下 股市都很难会有运行 所以短期来说 恒指向下再试低位的机会 仍然是相对地比较大的 如果重回整个技术走势去看 今天都穿过18,500这些位置 虽然现阶段 恒指今天低开元 低建18,450这些位置之后 跌幅略为收窄反弹了100点左右 但是短期后市来说 我觉得如果短期来说 恒指不能够重上19,000点流上 向下试低位的机会 仍然是比较大的 现阶段我觉得恒指 都会看18,000点这些位置 所以我觉得 投资者暂时来说 可以观望态度 可以保持住 如果选择要入市等等 我都建议等恒指 落到18,000这些水平 才考虑做部署 明白 看到市场比较波动 都有不同的大行 建议投资者有些比较平衡的部署 好像汇控那样 他们的分析员就认为 现在应该部署点心债 和电讯的股份 还有内房 我理据就是 看到内地近期 就为了打击投资者 多番出手 阻止人民币资金的流动 也有些人担心 其实这样会限制点心债的发行 不过就看到 其实始终内地的企业 是需要融资的 而且都慢慢需要 由美元债转向人民币债 还有就是看到 内地应该不会 随便被企业债务违约 相信债券发行 应该有一定的空间 接近他们的息率 应该会提供3厘和4厘起步 相信都可以抵充到 汇价的波动 而且年纪短一点 相信还有7厘的回报 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在这个市况 Anno 你建不建议投资者 留意人民币点心债呢? 其实如果说 人民币债务方面 如果以一个投资者 角度上去看 始终特别说一些散户投资者 说人民币任何债券 暂时来说都不易占手 始终人民币 都仍然有贬值的风险在 如果说债市方面 很难会有很大的商机 或者说有一个 升值空间 甚至说 息率方面 未来来来说 始终违约的风险 始终是越来越大 究竟中央是否真的能够 禁止一些企业违约等等 我觉得机会性 都不算是非常大 实际上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危机 所以说在投资角度上 在债券市场上 特别是人民币债务上 一些债券上 无论企业债务或地方债 等等 那个危机 现阶段都仍然是非常大的 但是说回 好像报告上说到 一些内房企业 现阶段究竟怎么看呢 我觉得始终内地的流动性是很紧的 但是说一些内房企业 面对着债务为 那个风险现阶段 不是说真的非常大 甚至说政策层面上 都是去库存为主 在去库存的过程当中 不多不少都预料到未来来说 会有一些陆陆续续的政策出来 去帮助企业的项目的销售 或者说一些办法去库存等等 包括现阶段 市场都在憧憬 一直以来去库存 库存压力最大的 都是一些三四线城市 那会否由一些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等等 去出手去收购一些南美项目等等 这个会是一个憧憬 但是我觉得这些消息 短期来说 此益作用真的相对有限 虽然内房的板块 基本面与其他行业比起来 可能会相对较强 但是始终现阶段要小心一点 始终说 市场的避险情绪 仍然是非常之大 始终避险情绪那么浓厚 风险位纜程度那么低的情况下 我虽说内房短期来说 都可能仍然会有机会 跟随它的大市向下层底 这个市场 你建议投资者 应该去部署一些公用股 做一个比较稳健的投资 始终你在说公用股 在这些市况当中 的确会有一定的抗跌力 但是始终在说公用股 其实你在说 在特别放假之前 都升了不少 这些位置 其实我觉得再去吸纳公用股 那个意义 就不是非常之大 第一方面始终在说 现在看到 特别说 好像刚刚在假期期间 在美国公布完一些就业数据上面 都见到 虽然失业率下跌 但是 始终非农就业 或者私人就职位增长的速度 数目仍然比较慢 所以预料短期来说 美国加息的机会不大 如果美国不急于加息的话 公用股它们的息率 或者防守性 会在一步能够发挥到 但是 始终这些因素 在近期的升浪上 已经发映了一大部分 我觉得这些位置再博 直博率 就未必真的太吸引 而且之前提及说到 现阶段行至18,500 这些水平 我建议投资者 暂时来说 先抱着官网态度 我觉得落到18,000点 这些位置 可以开始做部署 所以暂时来说 我觉得最好 先抱着官网态度 等待可以落到18,000点 这些位置 才做个吸纳的部署 看到瑞讯方面都说 因为两电 即是公用股 可能都是大家避险的首损 两电有一个风险 需要留意的 就是利润管制协议下的准去回报率 将会由目前的9.99% 降到2024年 或者更早的时间 会降到只剩8% 会影响中电和港灯的 牌息的稳定性 同时 他们建议大家可以留意 如果想选择一个 牌息稳定一点的公用股 可以看长江基建1038 阿罗尔 对于长江基建 在这样的示范之下 避险的程度 会否高一点 长江基建的确会有避险作用 但最重要的是 始终现阶段 情况 特别在环球的经济上 就未至于真的那么差 长江基建 未来来说 预料海外上 都会提供一个商机 可能进行更多的拼购项目 最重要就是衷敬 今年来说 长江基建和电能实业 会再次进行合拼等等的方案 有机会发生的 这方面来说 都可能有机会 刺激到股价上升 最重要就是 始终现阶段 环球的经济不是太差 现阶段 市场的避险 程序比较浓厚的情况下 反而可能会提供一个机会 给长江基建做人更多的拼购项目等等 所以说后市来说 我自己看长江基建 的确表现未必会太差 这些市况当中 如果要进行暴血 这种我觉得 都可以是其中一种的选择 如果你看图表的走势上面 都看到 特别是1月份 非常明显 2016年1月份 都看到环球股市 都有个明显下跌的迹象 反而我这种长江基建 都看到股价 都不断反而是创新高 所以我看图表的走势上面 其实股价在现阶段 都只是在下市那条10天线 始终升了不少 这些位置 我就暂时建议等一等 不需要急于这些位置买的 但如果股价能够落到 大约是接近20天线 71.5这些位置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吸納 在71.5这些位置买 目标看到80元这些水平 至于指涉价 只要不穿68.5之前的低位 可以继续中长市自由 都没问题 好 明白 和大家跟障一下 公用股今天的表演 看见全线都是要向下的 中电现在最新是报65.85 跌4.5 跌幅0.68 中华煤气现在跌3毫 跌幅2 最新是报13.48 至于电能实业 跌幅1.3 跌9.5 最新是报71.2 港铁现在跌幅1.2 跌4.5 报35 长江基建跌幅1 跌7.5 最新是报72.5 节目时间都差不多 和阿努里先做申报 刚才提及过相关资产 请问有没有持有 也没有持有 好 谢谢阿努里的分析 节目时间到此 稍后有其他直播环节 待会再见